这些车楼不仅仅在于开车召人,强调似的女人,也不仅仅在于一多七少揍人,不把黑木耳当人。 真正有内涵的富二代,最爱挑战的事情其实就是铁管。 视频中的黄短裤,实说是某大亨之子, 及五十年,除了床上功夫惊人,全奏功夫也是上山打老虎,下山打野猪。 今天,他带着一包狗嘴子,开着四辆急速车,来到了视频中的场地, 北京圆武道馆,并点灵寻找馆长徐晓东教练单挑。 徐晓东教练就是这个胖子,胖子很可惜, 看到批馆的还是笑话喝的,其实心里可苦逼了。 按照比赛采用的MMA规格,声明双方都不许西装, 但是,我们有内涵的黄裤衩二代从小就用膝盖撞多余的小鸡鸡, 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招了。 你看他,了解小裤衩对着小胖子就是一个膝盖,又是一个膝盖。 在黄裤衩连续的N次破坏比赛规则后,胖子终于怒了, 本来像轻轻N次的计划也都抛到MMA戈壁去了, 于是就发现了这样的状况, 最后让我们慢尽头欣赏一下, 黄裤衩二代变成成功的MMA之前的这销魂几秒。 说话说得好, 读言者恒自如送给所有人大家。